多謝你來,多謝你來到這裡 沒錯,你因為守藥而來 不過你也是可以不來的 你本身可以決定不來的 不過你卻決定來到這裡 在這個約定的時刻,在這個約定的地點 以便這本書可以交在你手上 多謝你 假如你做出這一切都是無意識的 甚至並不知道你在做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樣這件事情對你來說可能是個秘密 因而需要一些解釋 我要說的是,這本書來到你的生活中 正是時候了 或者目前你還是未明白 但是當你經歷了書中所謂你儲藏的一切 你就會完全明白了 一切事物的發生都是正當其時 這本書到達你的手上也不例外 你來到這裡是為了你正在尋找的東西 是為了你在渴求的東西 渴求已久的東西 你來到這裡是為了你和神 最近的一次真正的接觸 對你們之中某些人來說 可能是第一次的接觸 這個是接觸 非常真實的接觸 現在,神要跟你實際聊天透過我 幾年之前我不會這樣說的 現在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已經有過這樣的一次對話 因而我知道這樣的事是可能的 不單是可能,而且所有的時間都在這裡進行 正好似此時此地還在這裡進行 重要的是你要了解 你是令到這件事情發生的原因之一 正如這一刻這本書交在你手上 我們都是發生在我們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原因之一部分 我們所有的人都和那位大創造者是共同創造者 製造了導致那些事情的每一種境遇 我代表你和神的第一次談話發生在1992至93年 那時我寫了一封憤怒的信給神 信問為何我的人生是如此掙扎和失敗 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浪漫關係 我的志業 我和孩子的互動 我的健康 總之我的一切 我所經歷的無非是掙扎和失敗 我給神的信要求知道為何會這樣 而要從事一生的志業又應該要怎樣 讓我吃驚的是 這封信竟然得到回答 這件事是怎樣發生?回答是怎樣? 成為了一本書 在1995年5月出版 命惠與神對話 或者你聽說過甚至讀過 如果是這樣 現在這一本你就不需要前言 如果你未讀過第一部 那我就希望你沒多久之後可以讀到 因為那本書中長談了事情是怎樣發生 回答了我們生活中的很多問題 關於錢 關於愛 關於性 關於神 關於健康和疾病 關於飲食 人和人的關係 正當的工作 和很多我們日常經驗中的事情 而這些就在現在這一部中所未談及的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要請求神給這個世界一個禮物 那就是我在第一部中的信息了 一點都沒有錯 神已經做了 所以我希望在你讀過這本書之後 甚至在你還未讀完之前 你就決定要讀第一部了 這個完全是選擇的問題 就好像純粹的選擇在這一刻讓你讀到這一句 就好像純粹的選擇創造了你曾經有過的一切經驗 這是在第一部中做過解釋的一個概念 第二部的頭幾段 是寫於1996年3月 以作為它之後的信息的引言 這些信息的來到 就好像在第一部中一樣 是非常簡單的 在紙上我寫了問題 音樂問題 通常是來到我腦中的第一個問題 沒多久 答案就在我腦中形成 就好像有人在我耳邊 跟我細細聲說話一樣 我是在聽寫的 除了頭幾段之外 這本書中所有的資料 都是1993年春天之後沒多久 一年之內寫在紙上的 現在我很願意將它呈獻給你 正如它從我而出 而且給我一樣 這是1993年復活節的星期日 我依指示來到這裡 我在這裡手握完筆 前面放了一本筆記寶 準備提筆 我認為我應該告訴你 是神叫我在這裡 我們定了約 我們今天要開始這本書的第二部 神與我和你共同做體驗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我不知道這本書要說些什麼 甚至也不知道我們將會觸及什麼話題 這是因為我腦中沒有這本書的計劃 不可能有 決定這本書的內容不是我 是神 1992年復活節星期日 一年前的今日 神開始跟我對話 我知道這樣聽起來是有點唐突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 沒多久之前 對話結束 我受指示休息一段時間 但神也告訴我 我今天有約 要再回來聊天 你也有約 你現在就在這裡手約 我很清楚這本書 不僅是為我而寫 也都是為你 透過我 顯然你是在這裡尋找神 而且尋找由神而來的說話 找了很久 我也也是這樣 今天我們將會一起去找神 這個一向是找神最好的方法 分開 我們從來不可以找到神 我這樣說是有兩種意義的 我是說 只要我們是分開的 就永遠不會找到神 要想發現我們和神不是分開的 第一步就是要發現我們各自不是分開的 除非我們知道 而且體現我們全部都是一體 我們就不可能知道和體現我們和神是一體 神並非和我們分開 從來不會 我們只是以為我們和神是分開的 這是常見的錯誤 我們也以為我們是各自分開的 因此我發現 發現神最快速的途徑就是互相發現 不再互相隱藏 當然也不再對自己隱藏 最快的不再隱藏之路就是講真話 對每個人任何時間 從現在開始講真話永不改變 先開始對自己講關於自己的真話 然後對自己講關於別人的真話 然後對別人講關於自己的真話 然後對別人講關於他人的真話 最後對人人講事事的真話 這是講真話的五個層次 這是自由的五重路 真理會讓你自由 這本是有關真理的書 不是我的真理 而是神的真理 我們我和神的上一次對話 是一個月之前結束 我以為這一次會和上一次一樣進行 也就是說我問神答 所以我想我應該停了 現在就向神請問 神啊 是不是這樣進行的? 是啊 我就是這樣想了 只不過在這本書中 不用你問 我自己會提一些話題出來 你知道 在第一部中 我多數都不會這樣做 是啊 那為什麼你要加這樣的新花樣? 因為這本書是在我的要求之下寫的 我要求你來到這裡 而第一部書就是你自己起頭的一個計劃 第一本書你有一個議程 這本書你卻沒有議程 只是照著我的意願來做 沒錯啊 你咦? 你一個是很好的地方 我希望你和其他人都可以經常來這個地方 但是你的意願就是我的意願 既然你的意願和我的意願相同 我怎麼可能不做呢? 這是一個複雜微妙的問題 卻是一個不錯的起步點 真的 是我們談話的一個很好的起步點 但是讓我們先退回幾步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的意願就是你的意願 有啊 你有說過的 在上一本書中 你清清楚楚地跟我說過 你們的意願就是我的意願 沒錯 但是兩者並不相同 不同? 你一定在這裡整股我了 當我說 你們的意願就是我的意願的時候 他的意思並不跟我的意願就是你們的意願相同 如果你們一直都在照我的意願行事 那你們不用再做什麼就可以得到開悟 歷程就將會結束 你們將已經在那裡 一旦你們只行我的意願而不做其他 就會導致你們開悟 如果你們的人生歲月都在行我的意願 那你們幾乎無需要涉入這本書 所以很清楚你並沒有行我的意願 事實上大部分時間你們連知道都不知道我的意願 我不知道 是啊 你不知道 那為什麼你不告訴我是什麼 我告訴你 只是你不聽而已 或者你聽而不聞 而當你聞了 又不相信你所見所聞 而當你相信了你所見所聞的 你又並未遵從指示 所以說我的意願就是你的意願是確定不正確的 反過來說 你們的意願就是我的意願 第一 因為我知道 第二 因為我接受 第三 因為我贊成 第四 因為我愛 第五 因為他就是我的 我稱他為我的 這個意思是 你們有自由意志去做你們想做的事 而我由於無條件的愛 令到他成為我的 如果我的意願要成為你們的意願 你們也必須同樣 第一 你們要知道他 第二 你們要接受他 第三 你們要贊成他 第四 你們要愛他 最後 你們要稱他為你們的 在你們人類的整個歷史中 只有好少數的人持續這樣做 另外有少數人近乎整天這樣做 很多人做得不少 大批人時意做一做 實際上 人人都只是極有意做一做 有些人卻從來不做 那我又屬於哪一類啊? 那有關係嗎? 從這一刻開始 你要屬於哪一類 這個不是就是關鍵的問題嗎? 是啊 你怎麼回答? 我寧願屬於第一類 我寧願時時刻刻知道 而且遵行你的意願 那就可喜可賀了 卻是可行不可行 為什麼? 因為在你可以這樣之前 還需要很多的成長 不過我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步入神聖 就在這一刻 只要你選擇 你的成長 並不用花那麼多的時間 這樣 為什麼它已經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沒錯 為什麼已經花了那麼多? 你在等什麼? 你不會以為是我拉著你,是嗎? 不是 我很清楚 是我自己拉著自己 好 清楚是做好的第一步 我很想做好 但是我怎麼做呢? 繼續讀這本書? 這正是我要帶你去的住所 好幾秒